可以成为 威威赫兰山 屹立在宁夏平原的西北边缘 它和平显而住的长城 形成一道长长的屏障 抵御着戈壁风沙和高天寒冷 从这些古老的残垣断壁中 还能寻觅到当年战争时的景象 贺兰山下震如云 与其交持日西文 宁夏境内的宁代西长城 是沿贺兰山从石嘴山蜿蜒南下 一直伸展到中宁中卫两线境内 这段长城大体走向时 从石嘴山红果子沟口 到银川市三关口 再到中卫县圣金关 经过圣金关再到黑林 然后由夏河岩到长滩 从这里进入甘肃 五百里赫兰山 较大的山岸关口有三十七个 其中北部的大五口 中部的三关口 都是明代宁夏边防的重要关爱 也是内蒙古阿拉善高原 进入宁夏的咽喉要道 自古以来 赫兰山区就是中国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往衔接的地带 古代区奴 西夏亡岭坐落在赫兰山东路 在方圆四十多平方公里的灵区内 至今保存有九座西夏帝王岭 和一百四十多座王公贵族的陪葬墓 这些陵墓 有的高达二十多米 由黄土夯住而成 虽然经过战乱和风雨的侵蚀 早已失去本来的面目 但是它仍像天方夜谭中所描写的城堡一样 微然屹立在赫兰山下 足以说明西夏王朝在发展中国西北经济文化等方面 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银川成天寺塔 据记载是西夏王李元昊之子李亮坐 为母亲信奉佛教而建 塔高六十四点五米 塔身成八角形 共有十一层 内有木梯可登临塔顶 公元1739年 由于地震塔被毁坏 直到1820年才重新修复 兴庆府 也就是现在的银川市 这里曾经是西夏建都的古城 独具特色的古代建筑 如今依然保留完整 使这座城市古色古香 别有情趣 赫兰山滚中口 是当年西夏王公贵族避暑的地方 这里有庙也有寺 与赫兰庙共其一座山 同饮一泉水的清真寺 是当地穆斯林 为了纪念阿拉伯野门的克马伦丁 本欧斯曼长老而建立的 从赫兰山三关口往南五十公里 就是青铜峡北岔口 这里的一段长城 由于有赫兰山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 墙体主要是以石块垒柱 这在西北黄土夯柱的长城中 是少见的 北岔口段的长城随山势而建 构筑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有石块堆垒的 有土夯的 也有用石块垒底 再以黄土夯柱而成的墙体 还有 外侧墙身以石块柱成 而内侧以黄土夯柱的 石土鸳鸯式混合墙体 这些都显示了万里长城 在构筑上的不同形式 以及工匠们的聪明材质 这原是一座用石块垒气的烽火台 在这高山之点 它经受了风雨的侵袭 岁月的流逝 终于坍塌了 尽管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从它那巨大的身躯中 人们依然能感受到它那不屈的精神力量 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个峡口 也是万里长城的一座前哨营地 今天它似乎不愿向人们显示昔日古战场的雄资 因为值得炫耀的还是今天的风采 有着元代佳作一百零八塔 古塔依山式从上到下按一三五七基数 排列成等边三角形 塔身以砖石垒成高约两米 为什么不多不少要建一百零八座塔 佛教认为 人生的烦恼概括起来有一百零八种 为除去这些烦恼 所以穿惯佛珠要一百零八颗 念经要一百零八遍 当然 这些都是出自人们善良的愿望 至于能否真正带来幸福 就不得而知了 长城跨越宁夏的最后一座城市 也是宁夏雇园两镇的重要卫所 始建于明代的高庙 是与明长城同时修建的 这里亭廊相连 岩崖相拙 一脚高峭 构成了迂回曲折的内外空间 反映了宁夏建筑的特殊风格 长年吸引着叹齐仿骨的游人 千百万北来刀兵的长城 在滚滚黄沙肆虐侵害下 显得是那样软弱无力 它被流沙切割掩埋吞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